对着前方远警大喊尽管现场枪声大作 依旧毫不犹豫往前冲 拉着一名受伤远警的仅用背心 把人拖到卡车后方 远警或就当下紧紧握住男子的手 不过谁也没料到这位平民英雄本身也前科累累 罪犯变英雄 这起事件发生在美国德州当地时间周六上午 多名休斯顿远警在公路上与一名偷车贼对峙 其中一名29岁的远警腿部重弹倒地 刚好开车经过附近的美国男子John Larry 想也没想就冲上前帮忙 休斯顿警方赞扬John Larry的英勇行为 也透露受伤远警送医后经过治疗 渴望康复 多次与警方交手的John Larry 恐怕也没想到这一次 会是在这种情况下 不过他也表示未来若碰到相同情况 依旧会毫不犹豫出手救人 只是上个周末美国华府也不平静 距离白宫不远的乔志诚也惊传枪响 开枪的还是负责总统拜登 孙女为安的特勤人员 碰上三名偷车贼 特勤开枪制止 所幸当时拜登孙女不在现场 但三人目前还在逃 警方正扩大追捕 TVBS新闻会寻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